作词 李宗盛 喝不喝 刚才买咖啡那会儿 我觉得自己口渴 就想着要买两杯 谁知买完了 才发现自己喝不了两杯 谢谢 谢谢 其实老顾她 对不起 不好意思 喂 是 好 谢谢 行了 我没事的 你去做事 哦 怎么了 我决定去英国找你爸 英国 不行 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已经决定了 英国那么大 你到哪里去找 你别说了 我一定要去 而且一定要找到他 一年不幸就两年 找到为止 我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呢 如果为了我的话 根本就没这个必要 他当年那么狠心地对我们 我为什么还要那样的爸爸 他伤害你伤害的还不够吗 我恨他 我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 不 你爸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你要恨就恨妈妈吧 是妈妈没有本事 没有挽留住你爸爸 才让你受那么大苦 再说 他那也是为了爱情 妈 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呀 这种人他为了他自己 他不理别人的感受 他伤害人啊 这种叫自私叫残忍啊 这种男人 为什么你还这样维护他呢 不 你爸爸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是妈妈不好 当时 如果我不带你离开这里 他也许就能找到咱 他虽然不爱妈妈 但是我相信 他是爱你的 当时他也是没办法 他只能选择一个家 是啊是啊 他不就选择他们了吗 妈 你别再自己欺骗自己了 你不会是想告诉我 为了爱情做什么都是对的吧 是不是伤害了老婆 伤害了女儿 都可以原谅呢 伤害了就是伤害了呀 妈 你醒醒啊 难道你忘了吗 当时我们是怎么样去求他的 他又是怎么样来对我们的 不 我没忘 你爸爸喜欢那个女人 她要走我也没办法 妈妈虽然不懂什么是爱情 但是我一直把她当成我们的亲人 我们是一家人 她虽然不在我们的身边 但是 她给我的呵护 对你的疼爱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她永远是我的丈夫 是你的爸爸 她现在不在我们的身边 不重要 重要的 她永远在我的心里 你爸爸她现在一个人 没有人找我 没有人给她做饭吃 你说万一 万一她再有了病 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她 就算找到死我也要找到她 恐怕是 恐怕到死我都找不到她 你带我到这里干什么 那我在这儿等你们吧 嗯 走吧 哦 哦 走吧 兰兰 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 你跟着我走就是了 老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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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我是张如 老姑 你怎么了 老姑 你怎么了 老姑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你看着我呀 妈 你冷静一点 你怎么了 是谁把你爸爸动成这样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老姑 爸爸患了老年痴呆症 我第一次来看她的时候 她已经是这样了 那她还记得我了吗 她谁也不记得了 她连自己是谁也都不知道 老姑 护士 准备手术 快 病人在流血 快 快准备手术 老姑 你怎么了 别管我 是我呀 老姑 你拉着我干什么 赶快通知手术师 李护士 李护士 通知血护士 老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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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让开 让开把通道让开 不知道有伤员吗 那我来要去手术 我还好 真是的 找了这么多年 没想到 妈 你先回去吧 我想待一会儿 我陪着你 不用 你工作忙 孔医生在等你 我单独地陪陪陪她 我单独地陪陪她 我单独地陪陪她 想什么呢 想什么呢 看你发了半天呆 想问问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 我在想 小时候的事情 我想的时候 妈妈她整天对着我哭 说她恨我爸爸 恨不得她死 我长大了以后呢 她不再说了 却经常打听我爸爸的下落 这个我理解 那你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 我和我妈妈当年 被我爸爸抛弃了 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还是要找我爸爸呢 你妈妈爱你爸爸 跟你爸爸抛弃你妈妈 没有直接关系 爱是一个人的 爱是一个人的需要 那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我妈妈还是爱着我爸爸呢 因为这种感受 我也有口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我跟小子妈妈的事吗 一样 真的 当时啊 我以为我恨她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 我其实恨的不是她 是我自己 我恨我为什么没有能力 没有机会 去挽留住我爱她 就是这样 我相信你妈妈 跟我是一样的 你觉得呢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爸爸现在这个样子 我想留下来照顾他几天 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你爸爸他太可怜了 他当了一辈子的好医生 他救了那么多的病人 你说他自己 今天天气不错嘛 是啊 好的 来来来坐在这 就坐在这 行 好好聊聊 你说呢人生啊就是这么奇怪啊 打你有一天发现生命的意义的时候 突然间发生了一件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才觉得生命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做一个医生啊 你整天面对的就是生命和死亡这么一个残酷的现实 是吧 是吧 挽救生命就是你存在的意义 嗯啊 我在想啊 生命是不是由命运来安排 好像我们当医生的想抢救一个病人 但是病魔到了我们这儿的时候 我们会无可奈何啊 无论如何 清醒总比睡着好 那是 那是 生命啊 不在于什么时候是终点 而是什么时候重新开始 说是这么说 但是呢 死亡到你面前来的时候 我可是没办法 再危险的手术 也不一定失败 可是你要是不做手术呢 那就是最悲惨的事了 对不对 人的生命这个东西啊 是很奇怪的东西 你往往不抱期望的时候 它会突然出现 这就是奇迹对不对 奇迹 奇迹 什么奇迹啊 你什么时候动手术 下个星期二 我有时间 你先做个全面的检查 至于手术方案 咱们再定 怎么样 我说啊 手术 不一定能帮助我这样的 那就要看一下 生存和死亡的力量 哪一方面更强 是啊 我是老顾啊 我是老顾啊 我要是你就好了 一下子 要是 一下子就睡着了 睡着了 什么都忘记了 那多舒服啊 老陈啊 我们的仪器绝对没问题 这可是国际上最新的科技啊 去年才从德国进口回来 啊 全国加起来 也不过九台 什么 价钱问题 价钱有什么问题啊 你我多年的交情 我只给你开了原价的百分之三十啊 还研究什么呀 那 好吧好吧 你呀 尽快给我个消息 就这样 好 拜拜 老官呐 你也别光坐着呀 你也替我想想办法呀 对了 下半年 不续聘的人员的那些名单 准备的怎么样了 办法 我是没有啊 但裁员那方面 我是想过了 好 你说你的 我想听听 等我的合约到期了呢 我就自动辞职 你 你开什么玩笑啊 医院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 你就别给我搅浑水了 好不好 我不是开玩笑 到年底的时候 我会自动离开医院的 那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啊 为什么 难道是因为我让你拟定名单的事情 不干你的事是我自己的意思 哎呀 那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 需要什么理由啊 我现在一大把年纪了 好多事情力不从心 所以想在余下的时间享受一下人生 就这么简单 那你说怎么办 你总不能忍心把医院这个烂摊子丢给我一个人吧 啊 交给年轻人吧 那么多年轻人呐 你想一下 OK 大事情大事情 关主任要退休了 什么时候的事 他今天上午找赵院长说的 从哪儿听到这些乱七八糟的消息 消息千真万确万无一失啊 真是我的关伯伯 他这一走啊 咱们医院就少了一个合适劳 以后啊 可有咱们受的了 是啊 像你这种经常犯错误的人 可要小心了 你才常犯错误呢 别闹了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外科主任的位子 有的好挣了 对啊 对对对 大家快点想想谁能当外科主任医生啊 像现在这种情况 我觉得孔医生啊 是最佳的人选 第一呢 他工作能力是无可置疑的 第二 他的人呢 又很随和 所以我们都很喜欢他 而且他的家庭背景又好 哇 师婷 你可是孔医生的忠实拥护者啊 别乱说 去去去 师婷 我支持你 我也想起孔医生肯定行 嗯 那老秦怎么办啊 他呀他的外科手术也是医疗的对不对 跟关主任的关系又好 我觉得他也挺有希望的对不对啊 领导师需要人格魅力的 你自己从心里比一比 他们两个哪个合适 好了好了 没有结果之前呢 我们不要乱猜了 知不知道关主任为什么突然要走啊 我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呢 孔医生一定能当外科主任 我同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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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你好 哦 秦医生你好 秦医生好 怎么样 现在还有哪儿不舒服吗 嗯 没有 这几天精神多了 又可以画画了 你看 这是我的新作 嗯 嗯 这谁啊这是 秦医生 这不是你吗 嘿 永元你真不愧是动画学院的高材生 嘿嘿 画得还真像啊 嘿嘿嘿 嘿嘿嘿嘿 哪儿像我 我哪儿那么帅啊 这 这也不是我的问题啊 你做我的手术做得太好了 在我眼里 你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啊 嘿嘿嘿嘿 秦医生 您甭听这孩子甜言蜜语的 他呀 这明摆着另有所图 妈 哪有当着外人的面 这么说自己儿子的 什么条件啊 你不是说 另有所图吗 你想要什么 说啊 想要怎么样 其实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呢 就是想吃炸鸡 请医生大人同意 炸鸡很肥的 油炸的东西 嗯 可以啊 但不可以吃那么多 因为我担心你出院之后 什么病都没了 就是胆固唇高 那就麻烦了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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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点水啊 哦 喂 好 去来 好了 现在呢 你好好躺着啊 我还有事 好 秦医生再见啊 怎么了 血压六十九七十九 心率八十二 先给他带个呼吸罩 嗯 嗯 先给他带个呼吸罩 嗯 有没有人陪他入院啊 有的 有的 秦医生 病人家属来了 嗯 怎么了 你们刚才在做什么 我们参加了一个酒会 他突然晕倒了 他什么酒也没喝呀 医生怎么回事啊 啊 准备给他做CT 好的 动脉瘤 哦 朱先生 你患的是动脉瘤 能治吗 如果不治就会死 不过在手术过程中 大量出血的几率是非常之高的 不过就 所以为了提高手术的成功几率 我们需要让你的血液在体外循环 这样才能确保手术 体外循环 您的意思是 我的血在体外循环 哎呀 假死的 为什么这么想呢 但如果你不做手术就真死了 您放心吧 我们医院从国外引进了顶级设备 这种手术成功几率会很高 不会有危险的 为什么要用体外血液循环呢 就因为要降低你手术的风险 只要我们在限定的时间之内 完成这个手术你就没事 到时候机器就会帮你把血液送回到身体里面 你就可以复活了 那就先谢谢秦医生了 别拜我 谢谢啊 谢谢 有两个人帮你做手术 我只负责你的头和脑 那个血液循环呢 那个新的运作只有孔医生才懂的 如果孔医生 他不帮你把血液送回去 你也活不了的 那也谢谢孔医生了 别别别 朱县长 秦医生他就这样 他是在跟你开玩笑 是让你放松 没问题 放心 二位医生辛苦了 到时候你们千万别让我死机了呀 朱先生您放心好了 这两位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 对对对 您这个手术啊 可是我们医院的两大高手同台给你做 很难得的机会啊 是吗 这次我一定要进手术室 你先迎了我这里再说吧 等着瞧吧 对了 费用什么的 我女朋友会处理的 对了 我还正想跟您说这个费用问题呢 朱先生你知道现在用的这些器械跟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 所以说这个费用可能会相对的提高 请你谅解啊 怎么办 刷我的信用卡就行了 哪张 哪张都无所谓 反正是没有限额的 二位医生 辛苦了就拜托了 拜托了 拜托了 客气了 应该的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就是有先见之明 对不对 谁说顶尖的医疗设备没有市场啊 要不是当初我预先订购了这个设备 这个宝贝啊 早就给人家挣钱去了 真是没想到啊 想不到吧 我也没想到 谁能猜到这个朱博城 竟然是个大富翁啊 这么高的费用 他说出就出了 真是卧虎藏龙啊 老冠 卧虎藏龙 天忆啊 这个朱先生这个治疗费用是多少来的 院长 我们给他的费用是合理的 六位数 听见没有 六位数啊 这要是每个月都出这么几个朱博城张博城什么的 那该多好啊 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要消毒室多准备十到二十套消毒衫 好 要十套为什么这么多 现在要你出钱吗 哦 不是 我要十套消毒衫 这一次是两个团队进去做手术 对 手术人数比较多 十套都不一定够 再加十套了 好 秦医生 秦医生 这回给我留一套吧 为什么 这次你可以随便提问题 没关系的 你提问题啊秦医生 手术结束低温的过程中 后果严重的并发症是什么 一旦出现该如何处理 严重的出现心率失常 体温降至三十度以下 应该进行严密关注 常见的症状是试颤 一旦出现试颤 就应该中断降温 进行心脏挤压 并准备电击除颤 人工心脏瓣膜分为哪两种 怎么挑到一个 胸心壳的问题上了 机械瓣膜和生物瓣膜 师庭 这会我可以跟你进手术室了 谢谢秦医生 假如一个年轻孕妇 她要做这个手术 你觉得她适合哪种瓣膜 应该是机械瓣膜 为什么 因为机械瓣膜可以长期使用 而生物瓣膜二十年就会老化 二次手术呢 会对患者造成痛苦 可是孕妇啊 机械瓣膜是用金属造成的 要长时间使用药物 这样对胎儿有很大的影响 肯定是生物瓣膜呀 这样对两者是最好的选择 同意吗 谢谢你啊 小开 我去忙了 关主任 是不是觉得秦医生出的问题很深啊 我想他是看得起你啊 故意出一些问题 启发你 我知道 但是我想进她的手术 可是她现在越问我 我真的越糊涂了 我不知道我在学校里 到底学到了什么 我已经没有自信了 不是那么容易的 要不要补习啊 先生 找我啊 我讲的你都不信啊 那秦医生呢 我以前都出一些很深的题去问他 我跟他后来逼我出色 你信不信我 我不是不相信你 关主任 你真的肯教我啊 行行 我先回去想一些问题 是不是到了我死的时候了 朱先生 你放心吧 你很快就给其子回生了 朱先生 我们开始麻醉了 您倒数十秒吧 是 是 保证没有血流的空间的手术 让动脉流不会破裂 降低体温呢 在血液重新灌流之前 保持组织火星 果然是孔医生的得意门声啊 能跟孔医生学习是最大的东西 什么时候嘴边这么点 体温十五度 好了 秦医生 看你的蜡 施线三十五分钟 请尽快 是啊 请大家 在我手术过程中别提醒我时间 因为我不想被别人催 还有这部机器可被消音了 好 谢谢 手术开始 还剩多长时间管理 十五分钟 秦医生 我需要八分钟时间让他缩紧 请尽快 好鬼 我尽量 时间不多了 我需要开始给他复问 你现在可以开始准备了 我还差一点点 好 孔医生 到你了 好 复问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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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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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什么 你们要来采访吗 呀 成功了 手指成功了快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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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太棒了 你们可以来 都捡了一把费了 对对对 这是少有的大手术 全国都是少有的 那你们上来吧 太好了 这俩小子真不简单哪 我呢 媒体 听说咱们这是罕见的大手术 来抢新闻了 正好可以宣传宣传咱们医院哪 就是 就是 来 行吧 秦医生 秦医生 听说这是一次联合手术 而且手术非常成功 能谈一下感想吗 秦医生 听说这次手术 现实只有三十五分钟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完成一个看颅的手术 请问您 是怎样做到的呢 其实这个手术 难度不是很大 但因为我们有很优秀的团队和 对了 孔医生 我们一起 所以才能顺利成功的 秦医生 如果在三十五分钟内 无法完成手术 是不是患者就有生命危险 可以这么说 也就是说 是您的精湛的医术和速度 才让这次手术完成得这么成功 能谈谈您的感受吗 我跟大家再讲一次 这个手术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是两位医生做的 你们刚才见到了 这次手术成功 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第一 就是我们运用了国际饼肩的 体外循环设备 第二呢 就是我们医院 有最好的外科医生 是啊 秦医生这边 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您 你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 秦医生 秦医生 赵院长 能谈一下国际顶线设备的作用吗 这个 大家都知道 对 不 嗯 嗯 啊 欸 来 什么事 老乖 小医生 怎么样 痛不痛 饭钱通完还是发号头 这里痛不痛 枉我你 伸手不挫 没事的 我再给他们上课 给他们补习嘛 你们听到没有啊 刚才秦医生说的什么 他的位置 他的感觉很敏锐的 给了你们启示 就看你们能不能误导东西了 我知道了 你左伤腹疼痛 而且跟他说吃完饭后 疼痛有所缓解 这就排除了十二指肠溃疡 因为十二指肠在饭后会严重的加重 所以我怀疑是胃溃疡 对对对 我也记起来了 我当时还背过这道题呢 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我都忘了 怎么 有没有按压病人胆囊 看他疼不疼啊 对 胆囊炎 胆囊炎 管主人啊 这个胆囊炎痛不疼啊 不疼 哦 上腹痛 胆囊不痛 啊 优先 应该是优先 喂 优先考虑肝脏问题啊 大哥 哦 对对对 肝脏问题 肝脏问题 小秦啊 这小子功夫不错啊 哎 关主人 我也答出来了 你现在想起来了 你理论有 但临床经验没有 要多些实践机会 不过不要灰心 我不会灰心的 不会灰心 哎 关主人 你现在累嘛 我们继续 继续继续继续 好 来 来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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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伙上 麻烦他吧 我累了一整天了 你来吧 来来来 我没你那么有时间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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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 来 亲一声 错啊错 十五中步 亲一声 来来来 我给你亲一下 亲一声 进了来了 进来了 进来了 进来了怎么办 进来了 不好意思 病人于九点三十五分宣布死亡 原因是两名医生只找病因 不去抢救病人 你们两个觉得 这个病人在这个时间 还会不会教会你这么愚蠢的问题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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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 很漂亮 不是吧 我每天都看麻木了 喂 葡萄汁 来 八二年 葡萄汁 拉图里拉图 我说 我只是说 你今天手术做得非常漂亮 干杯 谢谢 一个人能在手术里面那么专注 可以忘记时间 这种境界 很难做到 基础时间不是更乱 不如索性忘了他 做医生就应该这样 不是吗 是 我说的是啊 但是我不行了 You're okay 用不用这么谦虚啊 当年最猛 最红的是哪位医生啊 当年是啊 当年真是红啊 不过 明年我就退休了 来 干一杯 退 喝吧 我继续说了 我退休以后呢 柯主任这个职位 我准备 我准备让天意接受 你觉得天意合不合适 本来就是这样嘛 不然你觉得会是谁啊 你是想找我啊 你想的别想 你是不是真的这样想 说真的 主任这个位子 别选我 我心目中只有院长的位置 不就是几个记者嘛 拜托你跟他们讲几句 把他们打发走了 那不就行了吗 我真搞不明白啊 你情活平日里天不怕地不怕的 为什么单单怕记者啊 我没说我怕他们啊 就是嘛 他们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趁着这个机会啊 还可以给咱们医院做做宣传 多狠 秦华 你是咱们慈幼医院脑外科的第一刀 肯定是头条 这个道理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喝杯茶先别说那么多行不行啊 就这么定了 你必须接受这个采访 这是行政命令 你看你看 这是墨正田的儿子 墨正田 他就是那个大富豪墨正田 对呀 这是他儿子墨西 你看他多胖啊 肚子那么大 就是 上面还说他怀孕了 有没有告诉我 一点一些常识都没有 男人怎么会怀孕呢 叫我看一下 哦 你说他肚子的水这么大呀 谁知道我是没见过 会有什么问题吧 可能是吧 程先生 恢复得很好啊 不用再紧 好 大桥手术后呢 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功能的恢复 我会给你开肌肉药 帮助你恢复功能 其次还可以缓解你偶然的心脏不失 好 谢谢你了孔医生 哪里 让你费心了 我还想问一下 我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 出院啊 还不好说 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对了 你这个术后恢复工作 由马小开马医生来负责 好 之前不是郭世廷郭医生吗 怎么说 好 我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只是随便问完 不要急 没关系 郭医生呢 有一个重要的手术 要跟我跟进 马医生啊 也是一位很好的医生 你放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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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你 好 好 好 我并没有你 他在召唤 万事 有点 江湾 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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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你再看不見 彷彿美麗一瞬間 維藍的天 忽然變了年 輕聲哼著每一首 幫你度過每一週 忽然呼吸了肩發動 擁著抱著你的臉 我娶你淡淡的暗夜 蔚藍的天 花出地平線 說不盡的對白 長不出了依賴 你走著生命的無奈 我呼吸著愛的精彩 無聲無息的空白 數不清閃爍的期待 懦弱的心 讓我給你打開 Zither Harp 說不盡的對白 長不出的依賴 你走著生命的無奈 我呼吸著愛的精彩 無聲無息的空白 數不清閃爍的期待 懦弱弱的心 它早已不存在 微微的風吹過來 你的悲哀不再表白 藍色的搖影 寫著你 隱瞞 藍色的搖影 寫著你 隱瞞 我會抱著愛的ude 春天 蓋蘿